他在做完就类似长这样 就是一个一个里面都会有各自他需要的东西 然后也可以有删除 我先把它删掉 首先第一个当然我们可以利用 刚刚的这一段 批示新增 你有概念说把它 再贴到底下 假设我们贴到底下 名称的话也许就是叫筛选 批示筛选业务 那批示筛选业务里面的话 其实就是差别在我需要把资料贴过去那一段 其实你可以比较一下 其实有哪些地方是不太一样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为了把上个礼拜的单次筛选 其实有贴到这边 你会发现 其实关键就是input 我们input是从A栏自动去抓 抓给X 后面的东西都一样 另外的话你会发现 刚刚那两行其实也在这里面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做一件事 从X的下面 这下面一一有没有 一直到那个end sub 的上面这个范围 把它怎么复制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你可以从那个X下面 这个一直旋旋旋到end sub 复制一下 然后我们再贴 那贴的话特别注意 你就把它贴 到这个X的下方 next的上面 因为一定要在4nax里面 因为我要不断的跑回圈 然后产生一个新的名称 再去做查查查询之后 就是说自动帮我筛选完 复制再贴过去 大概这样的流程 所以把刚刚那一段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呢 记得我的习惯 因为我很强调是一定要缩牌 现在没有缩牌之后 所以记得你要把这个缩牌 记得再按一个Tab 不过你会发现 按一个Tab 它好像也还是没对齐 所以我的习惯 干脆全部把它往前 按住按Tab 就让它一直往前 到最前面之后再重新说 因为可能从云端上面复制下来 它有时候格数就跑掉 那我的习惯干脆全部都往前面 再按Tab 其实基本上按一下Tab 是跟那个4是同一阶 再按一下Tab 就下一阶 这样就比较整齐一点点 当然这个看起来不是那么 必要 不过其实我觉得 我的习惯是一定要缩牌 如果一点点没缩牌 没做好缩牌 我都觉得 这个感觉就城市怪怪的 当然在VBA里面不缩牌是没有关系 可是如果以后你还要想要学习 下一阶段比如说现在很夯那个拍上 你不缩牌都不行 因为它缩牌是城市的一部分 就是说你如果没有缩牌 你执行它会出错 比如说放回这下一阶 如果你没有缩牌 它执行会失败 OK所以这样的养常好习惯以后你再写其他城市 应该就比较没问题 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已经抓到了X里面的资料 所以其实 criteria这个放进来 这边其实基本上都OK 也就是实际上我只有 贴过来这一段而已 其他的话应该就OK 再来当然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 其实 但是 城市还是可以再把它变简短一点 尤其是这一段第三个复制 其实这边的话本来是四行 后来我又改写成一行 还记得吧 其实这边最简单的改法就是 就是 直接如果你要copy的话 就是目前这个范围 你当Ctrl-Tuber向下 另外有一个叫什么 Range A1 点什么呢 点Current C U大概就出来了 Current Ratio 点copy就可以了 所以刚刚的Ctrl-Tuber向右向下 你其实可以用那个 A1所在的位置 延伸出去的整个范围 再把它复制 那基本上就等同是Ctrl-A1 Ctrl-Tuber向右向下 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这样的写法比较精简 OK 蛮推荐的 只是说如果你实在记不起来没关系 刚刚那个方法也一样 只是说他会试行 那当然最好是程式越短越好 OK 这样的话我们把它执行看看 基本上他不过你如果没有没有把握的话 还是建议你按F8 比如我今天先抓到的是哪一个 哪一个清单菜头 所以菜头之后的话 一样筛选 他会在总表这边筛选 一样新增 那差别的地方是说他会贴上 然后在 做那个所谓的Auto Fit Auto Fit其实 你写Select Selection 这前面没有没关系 就这个最简单 Colents.Auto Fit 自动调整栏宽 然后在 取消选取之后 切回来之后 那他就NAS 这样的话其他都OK 所以把他全部执行 你会发现他就一个一个一个帮我产生了 那再来的话就是再把他删掉 不过这个地方会有个问题 你会发现 如果你执行他 他会一直闪动 这个闪动的话 当然其实对于你产生东西是没有影响 不过你会感觉好像就画面让画 一直变化 感觉就看起来不太舒服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你不希望 那个画面一直让闪动来闪动去的话 其实你只要加一行程式 就可以把那个效果给关掉 像那个Dispresser Learn 有没有 那个跳那个讯息 是Application管的 那个画面更新 其实也是Application管 所以如果你要把那个画面更新关掉的话 其实你可以先呼叫Application 物件 他里面有一个叫画面更新的属性 画面更新 画面就是什么 screen 所以你打一个S 其实这个属性就跳出来了 像这个东西其实 我觉得蛮重要 但也不用死背 因为你只要记得Application物件 他管的 然后他有一个screen updating 等于False就可以了 False就关闭 不过建议是说你最后 如果你程式执行完毕 记得还要再把那个 screen updating 记得要打开 不然如果没有打开 当然其实我印象中好像也不会怎么样 只是说有可能有些地方应该要更新 他就不更新了 这边好像有些 细节就不见了 OK 因为你还把它恢复好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是 先执行 不过你会发现还有一点 好像每一次都要呼叫一次 删除再执行 所以打步怎么样 你干脆在开头的地方 就是先写一行call 然后 先 把旧的先删掉 再重新帮我产生 这样的话call P字筛选 自动再帮我重新产生新的 试一下 那你会发现刚刚一直闪动 现在会被闪动呢 有没有 瞬间就OK了 其实他其实是真的在跑 可是你以为他没在跑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screen update 有没有 等于force OK 所以以后呢 假如你会有遇到那种 就是比如从网络上下载资料 从资料库撈资料 或从别的地方撈资料 他会有停顿的感觉的时候 你就可以呼叫 这个属性 把它关掉 他就不会有那样的状态 不过缺点就是说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但是他其实已经都完成了 所以 这就是 可能要这样 不过还是分两阶段 有没有 另外他有一个优点 我有试过 就是如果你把 Square updating 关闭 他的执行速度 甚至有的时候会快 快大概50%以上 为什么 因为他不用一直重新画 那个绘图 因为你绘图其实也会耗损CPU的时间 因为他运算 他画那些东西 如果你不去画 速度 真的有比较快 我有真的去计算他的时间 大概最快甚至可以快到一倍 所以有时候你那个执行的东西很多的时候 你倒不如可以呼叫是Square updating 把它关掉 有时候他的执行的速度 除了不会闪动之外 也会比较快一些些 所以这是 跟各位说明一下 刚刚主要的重点是 1 先把那个批次新增工作表 把它复制到这边改个名称叫批次 那个筛选业务 2 的话就是把单次的 上个礼拜那个单次的部分 把它贴过来 就那一段 只是说从这个本来是input box 有没有 把这一段放过来 我讲过了 缩牌这个很重 所以我的习惯是按ship加tap 把它先到前面 再按两下tap 这样子他就刚好排整齐了 排整齐之后的话 接下来就是让他可以 执行 应该就可以看到 不过他会闪动 所以又多一个screen updating 等于force 最后干脆直接 就 放一个先 删掉 旧的 再产生新的 可以试一下 画面先还点 各位 这个批次筛选业务完成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批次筛选什么产业别产品 一样会有遇到 跟上个礼拜一样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说城市大部分都一样的话 那是不是说可以做一个所谓的共用程序 就是所谓的批次筛选 批次筛选然后用呼叫的方式 填给他一些资料 那就可以怎么样 很多城市 就可以共用 那我们以后呼叫做 call 批次筛选 那里面传 那个可能名称跟 那个 栏位 这样的话 其实就会 让城市变得更简单 试一下